一名男子过马路时 突然对着正在停等红灯的骑士 先是出声吓人 接着做事踹车 骑士吓到回头看了看对方 男子似乎不满 过了马路又绕回去 推及骑士 不停挑衅他 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 眼看情况不对 不断劝阻男子 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将男子劝回马路边 没想到这时 男子又对着后方骑士 不停呛吓 意图要冲向骑士 一旁的女性友人 赶紧拉住他 就怕发生意外 14号晚上10点多 一名男子行津新北市 永和路一段 遇袭接口时 过马路没走斑马线 却想踹倒行津的重击骑士 还出手推挤对方 一级涉嫌违反设违法 最终可开罚 一万八千元 后面其实还有蛮多车子 跟骑士也一级带面等等 只是刚好我们在最前面路下来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 是胡花心切还是情绪失控 差点酿成意外 只是男子违规在先 还想出脚伤人 危险行径已经引起警方注意 记者徐志明 黄云韩新北报道